千江映月 新云说记 第十六集 由来直到 势难行 网道求荣 我不能 万里滔滔 大江水 纵教百折 也东清 明 连池 这首连池大师的诗迹 是说 从古以来 平直的道路 也不好走的 比方 现在的高速公路 很平坦 很直 但是 连环车祸 更不断发生 人与人之间 也常常因为 太耿直了 反而 使友谊 更容易受到伤害 维摩经畅导 直心是道场 心不可取 不可谄媚 要直下承担 凡事不妄言 要还人一个真实 由来直到 势难行 古代一些读书人 就因为 太正直了 往往 当朝为官 而难容于世 我们修行佛法 离不开世间 也常因为执心 而遇到麻烦阻碍 因此 更要守住执心 以执心真心成道 官屈心 谄媚心 只会离到更远 网道求荣 我不能 如果说 为了让人家接纳我 我就故意 虚假不真实 那是不可以的 过去 曾子去世的时候 有人要为他盖一块布 可是他太穷 连一块长布也没有 不太短了 有人说 把布鞋过来盖八 他夫人不肯 说 宁可正而不足 也不可鞋而有余 怎么也不肯 将布给歪鞋一点 万里滔滔 大江水 纵叫百折 也东清 万里长江浪 千古滔滔 不绝地留着 纵有 千回百转的曲折 长江水 还是向东流 一个 正直修行的人 不管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 头可断 血可流 要他 弯腰屈膝低头 是万万不可能的 正直做人 还是非常重要的 孤丰千任 立江心 八面洪涛 仇杀人 乃是根深 自坚固 几回筋骨 又逢金 鸣 连池 孤丰千任 立江心 是形容 一座孤丰千任高 孤立在江心 像江苏的交山 就是立在江心 八面洪涛 仇杀人 涛涛江河的波浪汹涌 惊涛骇浪不息 会不会 把千任孤丰 慢慢动摇毁坏 真是令人担心 赖是根深 自坚固 好在 这座千任孤丰 基础很深 很坚固 几回筋骨 又逢金 历经了多少岁月 从古到今 千百年 他仍然 那样屹立不动 屹立在那里 这首诗迹 是在开示我们 每一个人的 真如佛性 在五驱六道的 洪涛波浪里 流转生死 真是仇杀人 好在 我们的真如自性 根基深厚 难有生死有来去 并不因此 损减分毫 五驱六道 驴腹马胎中 天上人间 几经转折 古今生命 是永恒的 生命是不死的 法华经里 有这样的形容 一里明珠 子中宝藏 一个富翁 害怕家道中落 就在爱儿的衣服里 奉了一颗明珠 估量着 就算将来家产没有了 也可以变卖这颗明珠 维持生活 万万想不到 儿子后来竟沦为乞丐 不知道 衣服里 藏有价值连成的明珠 把衣服贱卖 点荡了 依然流落街头 子中宝藏 是说 主人 在屋里藏了宝藏 预防家道中落时 地窖藏的宝藏 可以度日 但是天火一烧 污鬼良清 子孙根本不知道 灰烬中藏有财宝 我们的佛性 就是子中宝藏 一颗明珠 自己不知道 好可惜 我们 要早一点正悟 要早一点知道 自家宝藏 不要等到 身怀师父了 死意不明目 红尘白浪 两茫茫 人汝柔和 世妙方 到处随缘 延岁月 终身安分 度时光 明 憨山得清 这是明末 憨山大师 醒世歌里的 一首寄语 红尘白浪 两茫茫 说明一个人 生存在娑婆世间 就像 红尘白浪四弟 前途茫茫 真是 今日不知明日是 我们要如何 适应错综复杂的社会呢 忍辱柔和 世妙方 我曾说过 要想创造一番事业 要想圆满地 将人际关系处理好 必须常常 赞美人 鼓励人 此外 另有妙法 就是 忍辱与柔和 凡事忍让 不与人 斤斤计较 即使受到委屈 遇到不如意 也得承受下来 人一口气 风平浪静 退一步想 海阔天空 要和谐无争 当是自护第一方 有一首 忍耐歌 说得好 忍耐好 忍耐好 忍耐两字当其宝 一朝之念 不能忍 斗胜争强 祸不少 身家有死破 性命多难保 修成才是 结怨愁 后来要聊 不得了 让人一步 有何妨 量大幅大 无烦恼 其次 就是 柔和了 柔能克刚 不管遇到怎么样的 艰难 挫折 险阻 只要 柔和泰然地 面对它 事情 往往就会有 转机 除了忍辱柔和 你的人生观 要到处随缘 延岁月 终身安分 度时光 在佛门行事 是 好事就随尽 善事就随行 好人就随他 好念头就随心 一一随顺姻缘 才不会忘求 至于 如何安分度时光 这安分 主要是指积极行善 方法就是 佛门所指的 私正勤 为作恶 令不作 以作恶 令断除 为生善 令生起 以生善 令增长 如此 遇到好事 才会更积极 精进不已 修得争强 来斗圣 百千魂事 戏文场 倾客一生 锣鼓歇 不知何处 是家乡 名 攀山得清 人生如戏 在短暂 如戏的人生里 不要太过计较 太与人争强斗圣 互不相让 最后总是 两败俱伤 最好 彼此互相服业 互相提携 佛经里 有个故事 一位富翁 娶了四个太太 贤大太太 人老朱黄 很少关心她 二太太 偶尔关照一下 疼欺一下 对三太太 比较关心 常买东西 讨好她 富翁最喜欢 还是四太太 嘘寒问暖 呵护被置 真是爱之如命 一天 富翁大县将至 心想 万贯家财 放下也罢 自己 这么寂寞地死去 实在很不甘心 就想 找一个太太来陪葬 生死相守 她先找 最得宠的四太太 花蓉月貌的 四太太 一煞时 花蓉失色 一口回绝 哎哟 我这么年轻 标志的一个人 怎么可以陪你去死呢 富翁只好 退而求其次 央求三太太 看在多年情分上 相伴九泉 三太太 白眼相向 疑 你虽然死了 我可还有一大堆珍珠宝石 怎么能陪你死呢 富翁万般无奈 转而求 二太太相陪 二太太 低头想了想说 你死后 我还要为你 做告别事 处理身后的事 怎能陪你死呢 富翁 三亚口无言 心灰意冷地 去找大太太 想不到 大太太含笑一口答应 说 这半生 都是你照顾我 也该我回报了 我愿意跟你一起死 四太太指的 是我们的身体 平常 百般爱惜保护 到最后 身体会离弃我们 三太太指的 是富贵名利 平常爱他如己 大献来时一场空 二太太指的 是我们的亲人朋友 相聚一世 大献来时各自飞 只能略表一下心意 大太太指的 是我们的心 万般带不去 唯有夜随身 是我们真正要修行的 修心 是我们 第一要谨示 红尘得失 人是 是非 只不过是 人生舞台上 全起全灭的角色而已 春日才看 梁柳绿 秋风又见 菊花黄 荣华总是 三更梦 富贵孩童 九月霜 宁 憨山得清 春去秋来 四三更梦 世事如霜露 人间真是 苦空无常 如何在这 消极的层面上 积极开创 我们的未来呢 春日才看 杨柳绿 秋风又见 菊花黄 春天清脆的杨柳 向人生 彭博的朝气 到了秋菊 泛黄时 已经 人老珠黄的暮年了 在迅速变迁的 时空中 世界有 乘住坏空的流转 一年有 春夏秋冬的更替 新年有 生住一年的起伏 人有 生老病死的轮回 荣华总是 三更梦 富贵孩童 九月霜 在短暂瞬息的生命里 多少荣华 如三更的噩梦 乍然惊醒 多少富贵 四九月的寒霜 旭日一出 什么都荣失了 没有了 世间上 实在没有什么 值得我们执着留恋 过去 佛陀的弟子 南陀 就因为 单密于世间的荣华 不肯出家 佛陀才以 神通方便 度化他 到天宫 地狱 参观 使他觉悟 荣华富贵 并非最安乐 最究竟的 南陀 才能做一了断 我们 每天在 嬉嬉攘攘的 社会上 为家庭 事业 而奔波 为金钱 名利 忙来忙去 到最后 哪一样是我们的 大限来时 什么都带不走 什么都变得空虚 怎么办 我们不要 只知忙眼前短暂的 荣华富贵 还要忙我们 绵长的未来 为我们 下一期的生命铺路 多发慈悲 多结善缘 在春柳出绿的时候 要想到 秋菊伟黄的光景 人生 乃百代之过客 任务台上 如何富贵显赫 如何出江戮巷 倾客 一声锣鼓声 停下来的时候 还有什么 事事非非 恩恩怨怨 一场 悲欢交缠的 君臣 父子 夫妻 儿女 转眼成空时 自己 又在哪里呢 所以 人 最要紧的是 认识自己 无始节以来的 真面目 要预作准备 刘子 秀 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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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